陈先生已经快40岁了,他自从和老婆结婚后的十几年里,一直盼望着有个儿子,一来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子,二来老父亲临终时,再三嘱咐,一定别等候的遗嘱,叫陈先生总感觉没有儿子心里就有压力,整天郁郁寡方,看到谁家又见了个大胖儿子,回到家九生无名火,对着老婆和两个闺女发脾气, 眼看自己和老婆都快40的年龄了,陈先生还是不甘心,一直想叫老婆再生一个,他不断的买回来,所谓生儿子的偏方,和不要叫老婆吃,没想到老婆还真来上了,而且这回怀了双胞胎,陈先生和老婆坦特地等胎儿三四个月时,赶紧找熟人做了闭嘲,听到熟人肯定的说是两个男孩时,陈先生激动的流泪了, 接下来又过了一个多月,他再次带着老婆去做闭嘲,检查结果还是两个男孩,陈先生特别激动,连忙通知了亲戚朋友,当晚就在大酒店请了两桌,痛快地庆祝一番,陈先生小心照顾着老婆的孕妻,每天都急切看望着孩子的出生, 终于摇到老婆生产这天,家人和亲属朋友去了不少,产房外热闹地议论着,都等着两个男宝宝的叫声,结果等了好久,也不见孩子被抱出来, 就在大家着急时,看到陈先生老婆和孩子一起推了出来,陈先生的老婆一直在哭,陈先生急忙去看孩子,先开小被子一一看全家都傻眼了,原来两个男孩包在一个小被子里, 而且他们竟然是连行,小屁股部分连在一起,医生说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,看看内脏之类的是否存在畸形,陈先生心晾到了极点,蹲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,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叫老婆吃药的后果,然而后悔已经晚了,时代在快速发展, 重男轻女的传统依旧普遍存在,其实,无论男孩子还是女孩都是父母的珍贵缘分,只要孩子平安健康就是福气,不要为了所谓的儿女双全或传统接待,刻意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思想枷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